开饭了 四菜一汤 食材配色讲究 而且全是蔬食料理 一家四口吃得津津有味 今天掌厨的是爸爸王振宇 本身是药学博士 带着科学精神为之爱的家人烹调美食 这是俗话说 会做实验就会做菜 其实做实验跟做菜一样 就是这样子 就是什么东西加进去 然后把材料加进去 把成品做出来这样子 防疫在家煮吃得最安心 每餐仔细计算分量尽量避免浪费 大家一餐 可能再加上第二天的带便当 就把就是控制这个量 然后其实那个也不会有多余的菜 就是不会有不需要有隔夜菜这样 一周的菜前 我真的没有超过八百块到九百块 其实真的很省 但是就是要有规换 王太太在台大药学系担任教职 疫情援峻 和不少人一样 这段期间陪着孩子在家待好待满 为了打发时间 培养孩子们成为料理小帮手 也借机会讨论菜色 把吃饭变成有趣的另类教育 不疯狂采买物资 皇家坚持不囤积食物 因此冰箱看起来整齐 也没有异味 维持食材品质 马铃薯这些 也都是我常常会备的 因为它比较不容易换 宅在家亲手做料理 守护家人健康 更让亲子关系大大升温 大爱新闻 林国欣万嘉宏台北报导